大家會不會練 Intel Arc 這個要非常強調喔 我們Core已經幾十年了喔 大家都記得Intel Core是最好的處理器 我們推出一個最新的顯卡 今天只是跟大家介紹它的基本功能 是Intel Arc 我們一定要請我們的同事 眼見為名 Intel Arc A770 昨天只在網路上面展到 你們沒有實力要看到 你們現在就可以完完全看到實體的東西 等一下你們去我們展區的時候 也會看到這一塊喔 最新發的一個A770 Intel Arc 等一下在舞台下面的話 你們也可以開放 然後這邊的話 有一個網站請大家注意一下 這個麻煩一定要記下來 因為這個網站裡面有所有 對Arc一些詳細的介紹 希望你們在未來幾年或是幾十年 都會記得Intel Arc 而不是只記Intel Core 就是你們一個全新的人 然後這個網站的話上面 有很多Intel Arc 要詳細的介紹跟回答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通訊都可以找到你們的答案 然後我這整個Session 只是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說 因為要Arc的一些 技術的東西 那也希望說 現場的一些朋友或同學 大家可以稍微記一下 等一下 我們的回答問題裡面都有 所以你們忘記的話 等一下可能拿不出來 所以一定要記 那這個的話 絕對不會出 先講 因為這個的話 是我們未來五六年以後 所有的 roadmap 先秀出來給大家看 很好記 ABCD 有沒有看到 每個字母上面就有ABCD 所以以後的產品 也會根據這個取名的方式 很容易 讓大家很容易 一聽就記得了 這個公務長的吧 有很多人要拍 網路都找得到 357 你們去Google一下 也看得到 所以也不用記 最主要 有一些特色 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後面 A380 市面上一定可以買得到 台灣還沒開始 但是在中國大陸已經先賣 但是陸陸去 在很多地方都會開買 然後你們等一下在展賞 就會看得到 這邊的話 很重要 為什麼我說很重要 因為等一下很多屏幕 都會來自這一頁 就給它提醒 那這一頁的重點 基本上已經涵蓋我 Intel Arc所有的特點特色 都已經放在上面了 大家在想說 Intel Arc是一個先卡 可以380是一個入門 就好像我們在做CPU的時候 以前我們從一個核心 兩核心 三個核心 四個核心 八個核心 我們都會講說 我們到底有幾個核心 那顯卡裡面是有核心啊 那Intel顯卡核心的話 我們就要叫做SE Core SE Core 最初級的380是八個SE Core 也就是說所有儲物裡的東西 都在一個核心裡面 但是它同時具備八個 那跟其他的比雷 我們7系列、5系列 基本上就是核心越來越多 所以它儲物裡的效能 就會越來越好 然後這個的話 就是整個Intel Core核心 然後中間有一個這個圖畫 雖然看起來很複雜 但是下面的話 就是我們一個核心的內容 大家可以看到喔 它有一個SE Core 然後有一個SE Media Engine 然後有一個SLSSAR 大家想說 哇 取這個圖子誰記得 對不對 然後跟大家提醒一下 SE Media Engine 是做什麼的 就像我們在做影像編輯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把檔案傳到網路上面 或是你的同學要收到 這個檔案要做播放 所有的檔案在做傳送的時候 都會做編碼 我們叫做Media Engine 在做的事情 所以說 SE Media Engine 在最基本 它就算一個Code 一個核心 如果核心越多 它處理的速度會有點快 等一下會跟你們講說 我們的Media Engine多快 第二個的話就是 SMS AI Engine 這個也是很新的喔 從來沒聽過的名詞 這是什麼 因為大家都覺得 螺系只是來玩而已 但是 我們已經內建 AI處理器放在我們的Grafting 就是我們的顯示器裡面 那為什麼 AI跟處理顯示器有關係 因為有很多功能 基本上現在都用AI做調 我們裡面有AI加速器 所以你買到的已經不是很單純的顯示器 是一個讓你做AI預算 能工智慧更快的一個配備 等一下就跟大家介紹一些 基本應用 我們拿AI來做什麼事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我們A380剛發表的時候 一切配合的遊戲 那慢慢的遊戲的總結裡面也會多 我講的比較快的地方 基本上 題目都不會 等一下都不會出道 所以我要換一個比較快 會出 講的比較多的就是題目出道 SESS 這個要記得 再點一次 S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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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我剛剛講的AIMG做的事情 AIMG可以讓1080P的畫面 把它變成4K畫面的體質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我左右兩邊 它的差異就是說 我的內容遊戲 它只有1080P的內容遊戲 把它送到MG去處理 但是內容本身是1080P而已 然後左邊的話 它右邊最大的差別是 那邊AIMG是打開 右邊的AIMG是關起來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數字 也就是說 左邊AIMG打開的時候 哇 速度增加50% 因為它幫我處理一些 AI預算 都已經幫我處理了 都會讓它畫面 跑得更快 然後畫質更好 所以我們常會說 經由SESS 你可以在1080P的解析度 看到4K的畫質 然後速度更快 基本上就要記得這一點很重要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配合 這裡也不會出來 我都很老實跟你講 這裡的話就是我們一些 跟Monitor做同步的一些技術 它只是為了下一個重要的畫面 左邊跟右邊 在左邊的這邊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 上半段的影片跟下半段的影片 好像頭跟身體分開了 那為什麼頭跟身體分開 就是因為 我Monitor的 的更新速度 跟顯示卡更新速度 還有內容送上去的 顯示卡速度 不同步的狀況之下 就會變成說 你丟的速度 螢幕還來不及解釋 或丟的速度 螢幕已經顯示過了 所以它就被分離了 然後SmartSync 就是會做一個螢幕的同步 所以它上下就不會有那種 斷層的畫面資訊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我Media Engine 我剛剛特別強調 看這邊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看到 彩色的東西 那個彩色的東西 叫AV-1 那AV-1 我們可以去Google一下 AV-1是什麼 應該是最新的 影像編碼器的規格 那Intel這張卡 應該就是說 IntelR的全系列 都有支持到最新的 編碼解碼工程 全部都支持 你如果只買文件類型的話 我們只支持Decoder 就是解碼工程 我們沒有支持編碼 但是這一版 只有支持到編碼 最主要就是說 你可以即時同時 做出更高鐵器度 而且速度更快的一個影片 然後的話 這邊就是一些Extample 有這些軟體 他們有支持AV-1 encoder 然後他產生的結果 是4.4倍 也就是說 如果你不用我們這張卡的話 你用CB自己算 他可能 你要算到一分鐘 但是用這張卡的話 你只要20秒就算了 然後就這樣 很簡單的解釋 這邊的話就是給大家一個Extample 就是說 同時執行的話 有A380的話 硬體Code在裡面 53秒 如果只有軟體的話 234秒 那這個很重要啊 因為你的卡 不是只是拿玩遊戲而已啊 其實大部分都要開影片 每個人不是都要照相拍影片嗎 對不對 都要上團 所以這個卡也非常重要 然後這個還有很重要 但是這也沒出 因為太簡單了 一張卡可以控制 接四個螢幕 然後在解析度是要想你 然後這個的話 就是當你買個卡的時候 你當然希望有一些軟體啊 可以幫你 教條啊 調整畫面啊 調整解析度啊 還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做超級的工作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所有機這頁最終的卡 你要知道A380的所有功能 一頁把所有功能都寫上去了 如果你們討論的話 A380的所有功能都要上一頁 就一頁 對家計這頁就好 為什麼這一張是這樣 連圖門也好 因為你們剛剛有拍 剛剛拿到手上的就是 A7型跟A7型 因為目前來一直的話 還不是正式發表 只讓大家瞄一下 等一下去那邊的話 你可以 去那邊照相 瞄一下看一下 人常會說 只能聽 意思就是 稍微瞄一下看一下 基本上意思是這樣 下個月 你就會在市場上 會正式發表 你們有這個機會 在這邊邀請 就是可以看到 我們7系列 跟最新的規格 如果是這樣 因為312活動的話 這會不會 你們會看不到 人也不會看到 我們實際中有百人的面貌 然後這個當然 他有一些 剛剛的一些軟體 可以做一些 拍照的工作 這個是他的 7系列的一些畫面 然後最後 還是 現在強調一下 這個 網站一定要記下來 因為這個網站上面 有所有的 解釋 解釋 所有東西都裡面 不過你們要心理一點 這網站沒有中文 就英文 如果你們願意 把翻成中文的話 我們會非常感謝你們 我會用Google去辦一下 因為全部都是 中文 全部都英文 那我接到到這裡 那我們就歡迎各位 我們難得請各位 來這邊跟我們公聚一行 我們非常多的 技術展示來這邊 有什麼問題 你們就可以問 下面負責展示的人 那雖然事件有限 但是就是盡量去吃彎 我們現在要把時間交給主持人 謝謝